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董事長 然後現在大家跟大家說我們這個超級名氣的就是主持傳統 我們今天要來這個超級專業練習的拍攝任務這樣子 那麼我們也是為了要執行更大的任務 那今天來做一個這個現場的開箱訓練那樣子 就是說我們這次不是正式拍攝 我們這次只是先訓練一下拍攝 大家跟大家說我們從車子裡面現在開始把這個腳架拿出來 大家跟大家說我們今天帶了這個公司裡面所有的這個最大的腳架 那也是為了這個執行這個拯救人類的一個大句話 那大家跟大家說我們平常在這個拍攝的時候就是在練習的 就是說我們社會先規劃好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這個拍攝 然後呢 準備好之後呢才會正式拍攝 各位觀眾朋友們說這些腳架都比我身高還要高 然後這是空拍機的一個畫面 今天呢我們還要來這個訓練一下空拍機 那大家跟大家說我把我的手機也已經裝上到這個腳架上面了 那大家跟大家說這個空拍機就開始這個起飛囉 欸欸欸欸 飛過頭啦 欸要飛到馬路上了 Oh my God 差一點我趕快去接 現場這個外面都有這個工作人員喔 直接抓住啊 我直接把這個抓進來喔 然後大家跟大家說呢 我們啦這個右手邊還有一個這個腳架 那它是這個GoPro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個超級DJI Neo的這個空拍機的這個視角畫面這樣子喔 然後呢 再來呢 因為我們剛剛差一點就飛到馬路上 所以說我們直接把這個腳架就是把我們的這個這個場地位置 直接移到這個更裡面一點喔 因為這邊的停車場這個位置比較大 那也是有史證明說讓大家能夠真正了解 並且這個明白說我們陽明切就是主持的都是非常超級厲害的這個腳架 那我之前呢沒有拿出來就是在說 我就說我們會一直越來越厲害 所以說我們設備會越買越多喔 所以大家跟大家說 我們總共就有四台比我還要高的這個腳架 而且大家可以跟他說我們這個球形雲台這個腳架 大家可以跟他說這個360度旋轉一圈喔 那我們就即將飛行測試喔 可以看到說我們陽明切就是主持團的這個超級腳架的亮鍵喔 三個腳架全部亮鍵給大家看 那再來這個立馬來給大家這個切換一下這個不同這個腳架的視角 大家跟他說我們的無人機喔 終於這個往上起飛 那它是一個衝天模式喔 那麼呢 它是不需要手機Wi-Fi連接 它就自己可以往上飛喔 如果自己最高的話它是能夠飛到10公尺那麼高 那如果說用這個遙控器的話可以飛到500公尺高 那麼它的這個單機自動飛行模式大概就長這樣子喔 這個畫面這個高度 那給各位觀眾朋友這個看一下 我們周邊全部都是這個大型這個腳架 由此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就是說我們是為了這個2025年的這個世界模式而準備的 那之後還會更厲害 那麼大家跟他說我們這個無人機喔 是這個環繞模式喔 那現在換我表演喔這樣子 那麼大家跟他說我的四周都是被腳架包圍喔 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衝天模式 它的高度大概跟我後面那種建築物的這個飛行高度是差不多高的 那這個從上往下看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OK那我們這個超級這個最精彩這個最強的這個流星畫面就要準備出現喔 那我們先把這個腳架這個位置喔 移進來一點喔 因為呢這個飛行道飛行的這個範圍有點大 那我們就直接這個起飛吧 那呢因為這個天氣不太好 所以大家看到說有看到這個無人機嗎 他已經在繞圈圈 然後這邊看不太清楚喔 因為呢這個天氣太不好 那沒關係喔 既然說這個畫面看不清楚 我們就來這個飛這個第二輪喔 再來給大家這個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這個左上角一個地方飛的比較高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那麼呢現在大家看到說這個無人機的這個超級拍攝視角 這就是超級流行畫面 它會以這個橢圓形為這個中心喔 然後這個上下左右繞圈圈喔 然後這是這個環形喔 這個圓形環形的繞圈 那有點也能夠讓大家能夠真正的明白來說 就是這個超級這個DFI NEO是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又便宜喔 才五千塊就能夠單機使用這麼多的模式喔 那再來的話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手動操作的一個模式喔 大家看到說我們現在用手控制喔 就是用這個手機WiFi連接喔 那這是它這個連接上去的一個畫面喔 大家看到說我們就在這個台北市喔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101大樓就在後面 那那個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在說依據這個法規是可以在101旁邊飛行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拍101大樓 天氣好的話我們再拍給大家看 也是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在說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們 覺得說我們這樣的真的非常的專業 還有這個厲害的話 還請各位觀眾朋友們趕緊幫我們這個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已經拍完 然後準備要這個回憶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平常的這個訓練練習拍攝的一個工作喔 大家掰掰 然後呢這個最後這個片尾的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超級男人切的救出主持團 我們這個超級超跑車隊這個超級拍攝的任務 大家跟大家說呢我們從這個上面這個右上角這個地方直接這個拍下來 然後當然還有這個同時在這個從這個側面這個地方拍攝 讓大家能夠知道這時候我們都真的超強來這個 拯救世界的大家趕緊訂閱按讚加分享